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张感到这个名字有些特殊 那个当地的名镜说 是的 是个山洞 当地人迷信 说是那个山洞有修行的黄仙 所以叫黄仙洞 每个月初一十五都有人上香 所以这个小孩死在洞里之后 当地有很多说法 都认为是这小孩偷吃了供桌上的东西 受到黄仙的惩罚 因为这个小孩平时也比较调皮啊 没有动过现场吧 我插了一句话 没动过 当时有一个打拆的农民 从黄仙洞那路过 看到一个小孩吊死在里面 吓得当即 就回去报告了村干部 其实那孩子就是村干部的儿子 幸亏他也懂一些常识 让人看着现场不让他老婆乱动 说是一动就破不了岸了 他老婆硬是没敢动啊 老张一听就振奋了起来 他看着我说 小老弟 这次就看你的了 我这心里面是有点发虚啊 说句实在话 道行低的人 根本不敢炼制七阳童子 这个人的道行究竟有多高 我也说不清楚 如果此人道行要比我高 我还真的不敢保证 能破了这个案子 老张 现在还没到现场 很多事情都不能确定 等到了现场 咱们再说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我谨慎的保持了自己的看法 昆山县公安局 出动了七八个民警 配合我们工作 大家呢 分别乘坐三辆车 向着那偏僻的山村赶去了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 一路蹒跚越岭的 颠簸了三四个小时 这才赶到了那个偏僻的村庄 整个村庄是破破烂烂 还是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 灰色的瓦片上 长满了青苔 歪歪斜斜的泥土墙子 就好像是退化严重的赤木老人 整个村庄是死气沉沉的 没有丝毫的生气 因为稍微有一天前的 聪明一点的都已经搬出去了 留下的除了老弱病残之外 就是没有门路的 只能是守着这一片大山 过穷日子 我们坐的几辆小车 勉强进了村庄 再也没有办法往前走了 大家只好是汽车而行 那位村干部红着眼睛迎接了我们 他说他是这个村的村长 让我们到他家坐一会儿 喝点茶水再说 老张说 不用了 我们车上有水 你直接带我们到现场去 那位村长一听 就和我们还有几位民警 向一座山上爬去了 大概爬了半个小时的山路 隐隐地看到半山腰上有一个山洞 足有一家小房子大小 远远看过去 山洞里面红红的一片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透出几分恐怖的气息 就是那个黄仙洞 现场就在那里面 岭路的村长用手指着前面的山洞说 老张看了看 前面的山洞有些好奇啊 这黄仙洞有神仙 有啊 黄大仙呢 那一位领路的村长说道 黄大仙 灵验吗 老张似乎对这个黄大仙很有兴趣 那村长说道 听他们说 灵验着呢 村里面出门打工的 灵走的时候都会到洞里许个院 不然挣不到钱呢 真的这么灵验 老张似越来越好奇了 村长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我只是听说啊 我没来烧过香 不知道究竟灵母灵验 咱是村干部 知道国家的政策 不可能搞这些个封建迷信 我们一路说着闲话 不知不觉的离山洞是越来越近了 隐隐的听到了女人的哭声 走到跟前我才发现 山洞里面红红的一片 原来挂的都是一些个红绸布子 山洞口有一棵野桃树 大约有茶碗那么出息 长得是歪歪斜斜 上面吊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和前面两个育孩的男孩一样 双手双脚都用红绳子 捆扎成了一个盘坐的姿态 猛一看呢 就好像是一个悬空盘坐的童子 下面还醉着一个黄铜的衬托 眉心上点着朱砂 嘴唇上也点了朱砂 表情是十分的古怪 似笑肥笑 让人一看就心里面直犯个影 旁边有一个农村的妇女 正是鼻涕一把 泪一把的 哭得是伤心至极啊 我使一把鸟一把的 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 你咋两眼一闭就走了呀 你一走让娘可咋活呀 是哪个挨钱刀的害了我的儿啊 那个妇女哭得要把儿子解下来 无奈被两个村民给拉扯 村长说了你不能把他解下来 解下来就破不了案了 你儿子就白死了 扯着他的两个村民大声说着 你让我把他放下来 他好可怜啊 那位妇女挣扎着说着 三宝他娘 别闹腾了 公安同志来了 村长对着那位妇女说道 那位村妇听说公安来了 扭头一看 发现老张正站在他的背后 扑通一声就跪在老张面前 青天大老爷 你可得帮我儿子申冤啊 王彩凤 你这个婆娘咋这么蠢 现在是新社会 怎么能乱喊大老爷 这是公安同志 这位村长向他婆娘 是一顿的呵斥 吓得他都不敢吭声了 村长慌忙的 陪着笑脸对老张说 公安同志 这农村娘们没有文化 大字不识一个 说的话都是从电视上学来 你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没事没事 你不要吓唬他 我们能理解 这是谈谁身上都一样 都有不理智的时候 老张说道 这种场面 老张已经是见惯了 倒是能够心平气和的处理这些事情 他对山洞里面挂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红绸布 很不理解 于是就问他 这山洞里面挂这么多红布 是啥意思啊 哎 你不知道 这叫红子 最少三尺 都是那些像黄大仙许愿的人挂的 许愿的时候不挂 达不到心愿 以后他们呢 就来挂红子 许愿的多了 山洞里面挂的就越来越多 我劝过他们不要 要相信科学 不要相信迷信 好不容易挣了几个钱 还挂些布在这浪费 可是他们就是不听 我这也没办法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老张听了之后 恍然大悟 他是城里人 对农村的一些地方习俗 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 注意力自然的 被吸引到了红子上面 还有个原因就是 死亡小孩的身上 也披了一块红布 和山洞里的红子 有几分相似 我一到现场 就看到气氛特别的诡异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县里面 一下子来了七八个警察 加上村里面 一些看热闹的人 市场面 有些嘈杂 几位警察 看着老张 老张看着我 谁也不敢去动现场 我不是警察 蹬着这么多警察的面 不便于看此现场 于是就小声的对老张说 能不能让他们都回避一下 不然我没办法动手啊 老张明白我的意思 就对那几位警察说 你们先回去吧 有需要的时候 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其他乡亲们 该赶啥干啥去 遇害这家属留下就行了 县里警察也明白我们的意思 这种棘手的案子 人多也顶不上用 反而是会碍事情 于是一边向山下走去 一边帮着我们撵当地的村民 走吧走吧 有啥好看的 别影响办案 多余的闲人离开之后 现场只剩下了村长夫妻两个 老张还有江明明 现场一下子就清静了下来 老张递给村长一支烟 开始了正常的询问 你的小孩平时有什么古怪行为没有 古怪行为 没有啊 我的小孩一直很正常 就是有点逃脾 这也不算什么毛病啊 村长说的 老张点了点头 这么说 你的小孩一直是正常的 精神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 我的小孩脑子绝对没有问题 村长是非常肯定的说 老张问道 你在外面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或者跟什么人结过冤丑 村长想了想 哎呀 这就不好说了 我一个当村长的 哪能不得罪人 平时对村民看不顺眼的 骂两句说两句也是有的 但是如果说跟别人结仇 搞得你死我活的 这种情况还是没有 你孩子 从事前一天在干什么呀 村长听了 挠挠脑袋说 这个还真不好说 小玩嘛 谁管他呀 平时满村子跑的玩 出事那天究竟在干啥 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一套正常的办案询问程序 无论什么案子 都要按照这个流程来走上一遍 以便在询问的过程中 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老张问到最后 觉得也没有什么可问的了 也没有问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最后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看着村长说 你的小孩平时活泼好动是吧 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你把他的出生日期给我报出来 村长把他孩子的出生年月日 都报了出来 我接着问他 你还记得你小孩出生的时辰吗 村长觉得我问的有些奇怪 但还是说出来小孩的出生时辰 我一听 就暗暗的掐着关节 排了一下小孩子的八字命盘 发现又是一个 阳年阳月阳日 阳时出生的小孩 而且这个小孩平时呢 调皮好动 说明是阳气聪足 而且正好是七岁 这是一个真正的纯阳童子 这样的小孩正是修炼邪术的人 炼制七阳童子最佳的人选 可能是我的询问让老张受到启发 他忽然问道 你的家乡亲戚 有没有人会算命或是看乡呢 没有 这个绝对没有 我们家的亲戚都是老实把娇的人 村长是肯定的说 那你们村上有没有这样的人 老张接着又问 村长想了想说 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 他的水平不怎么样 从来也都没有算准过呀 这个人是谁 他是跟谁学的 老张立刻惊惊地问道 村长说 就是村里面无常贵的三儿子 人称吴老三 这人啊 是个懒货 四十大吉了 还没成家 他上哪儿去拜什么事啊 他就没出过门 不知道 从哪里弄了一本书 就会背两句夹子 就说自己是能夹会算了 村里埋的人 他都给算过 没有一个算准的 现在大家都不相信他了 但是他还是走到哪家 就迟到哪家 没人敢得罪 虽然说呀 他算得不准 但是都怕他害人 为这个事 我也骂过他 有手有脚的 为啥不干个正当营生 整天的瞎胡咬 老张说到这里 不由得跟我对视了眼 我低声地对老张说 你让他们夫妻两个 也下山回避一下 我要看着现场 老张点了点头 转身对村长说 你先回去吧 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村长一听了 知道我们要开始探测现场 就吆喝他的女人下山去了 村长走了之后 老张说 小兄弟 你觉得村里那个乌老三 有多大嫌疑啊 我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好说 此人如果真的 像村长说的 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 即便是有嫌疑 但是嫌疑也不大 小兄弟 这个案子 我可插不上手 和前面那两个案子 是如出一辙 只能靠你的 我没有吭声 但是心里面 却感到是很沉甸甸的 老张对我的期望 居然这么大 可是如果不破这个案子 还真的让我没法交代 我没有贸然的去动绳子 而是在周围仔细的 查看了一圈 但是也没有查看出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然后把目光又集中在了 那个吊着的小孩身上 吊着小孩的树 依旧是一棵野桃树 捆扎小孩的绳子 也是一个红色的绳子 好像是尼龙绳染了颜色 这种红色的绳子 除了在喜庆场所之外 很少在其他场所出现 因为这种绳子 有负灵的作用 如果有人用红色的绳子 自杀 死后必成利贵 而且是无法超生 用红色的绳子 捆扎小孩 不仅仅是为了困住小孩 也要帮助小孩的灵魂 过去长白山上 采药的山民 发现野人参之后 都不会着急去挖 而是先用红绳子绑住人参 然后再慢慢地挖出来 如果不想绑住的话 有些成了精的野人参 转眼就会跑得无影无踪 但是用红绳子给绑住 他就无法逃脱了 这也是民间的一个说法 但是懂修行的人都知道 红绳子有负灵的特殊作用 一般我们做法抓鬼 也是用红绳子来束缚鬼的 捆扎小孩的手法比较诡异 每一个打劫的地方都是阴阳扣 这种结绳结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小孩的灵魂牢牢地锁住 让其无法逃脱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干的事情 因为阴阳扣的技法 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见识过 更别说打这样的绳结了 我意识到这个人不简单 手法非常的诡秘 绝对不是一般的悬殊菜鸟所为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 蛛丝把鸡 我从口袋里面 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镜子 对老张说 请你帮我拿个镊子过来 老张连忙 向助手江眉眉吆喝道 镊子 镊子 江眉眉一听 连忙地从工具箱里面 拿出一把不锈钢的镊子 递到我的手上 我用镊子试着轻轻剥了一下小男孩的眼皮 没想到 他微闭的眼睛看起来似乎很安详 却忽然一下子睁开了 并且瞪得圆流流的 两眼是一光闪闪 看起来十分的害人 江眉眉吓得猛然往后退了一步 他毕竟才跟老张实习 是刑警队里面的新人 这种鬼的场面还是很少见的 我立即用镜子对着小孩圆睁的眼睛 嘴巴里面开始默念咒语 我念了几句咒语之后 小孩诡异的毛子慢慢暗淡了下来 最后自己闭上了眼睛 我见小孩闭上眼睛 迅速地从身上拿出一块红布 把那面小镜子包得严严实实 然后小心地把镜子装进了怀里 好了 我对老张说的 老张有些好奇地说 这么快就好了 我点了点头 好了 我不需要再看了 你可以动手处理了 老张叹了口气 哎呀 这也没啥好处理的 不过就是花艳解剖走个流程 前面两个小孩都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 这次肯定也是一样 我让他们过来处理吧 接着老张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让几个警察上来把小孩子带回去花艳 打完电话之后 老张戴上手套 招呼他的助手江明明过来帮忙 把小孩子从树上解了下来 出事的现场在山下看起来 好像在黄仙洞的洞口边上 实际上距离黄仙洞还有十几米越 趁老张试图忙着把小孩尸体从树上解下来的空荡 我转身进了黄仙洞 进了黄仙洞之后 我才发现这个山洞外面大 里面小 按照修行的说法呢 这种山洞是没有办法修行的 若是在这种山洞里面修行 就好像是瓦罐里面养别 越养越小 真正的修行山洞 应该是外面小 里面大 就好像是那葫芦一样 入口虽然小 但是内有乾坤 这样的仙洞才能够修得大道 奇怪的是 这个洞里面虽然有简陋的供桌 上面供着一个神像 只是这个神像面色白净 嘴上留着三缕胡须 我看了一眼神像 总觉得有点不太像人 也不太像神 给人一种很是古怪的感觉 说起黄大仙呢 人们都以为是黄鼠狼修炼成精 明天传说 黄鼠狼可以修炼成精 化形为人 神通广大 如果人类对他不敬 他则以妖魅惑人 所以民间敬畏他 为了避免灾祸呢 祈求平安 尊为黄仙供奉 其实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 民间把狐仙 狐狸 黄仙 黄鼠狼 白仙刺猬 柳仙蛇 还有灰仙老鼠 苏称为狐黄白柳灰 或者灰黄 虎白柳 这呢 统称为五大仙 这些动物最有灵气 是比较容易修行成功的动物 它们有了一定道行 就要出来 险行 积攒功的 一般化成人形的时候 都姓康 狐黄白 四姓 按照修炼的年数不同来改姓 以白姓等级最高 比如白蛇传中的白鼠针 它是蛇形化形 应该称为柳仙 或者姓柳才对 但是它的修炼年数长达到了白姓的级别 所以就姓白 而不是姓柳 所以黄仙呢 不一定就是黄鼠狼 而是某种动物修行到了黄仙的级别 它呢 就有资格姓黄 但是能被人们立神位给供奉起来 至少都有几百年的修行 这样一个简陋的山洞里面 居然有人供奉黄仙 我觉得有点奇怪 山洞里除了有些诡异气氛之外 并没有感到先灵之气 我眯着眼用天眼扫视了一圈这黄仙的神像 连个分身虚影都没有看到 也就是说 这个泥台神像上面没有附着任何的仙灵 只不过是一具空壳神像而已 看来这所谓的黄仙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走 小兵 下山了 我正打算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山洞 忽然听到老张在洞外大声的嚷嚷 我急忙出了黄仙洞 发现一群警察已经把小孩的尸体装进了一个黑布袋子 带着就下山去了 只有老张和他的助手江明明还在等我 小老弟 你怎么跑到山洞去了 也要去拜拜黄大仙呢 老张笑着说的 我似笑非笑的说 哼 要是拜黄大仙能解决问题 我还真拜了 老张一脸不解的看着我说 小老弟啊 我刚才看你弄了个镜子包在红布里 啥意思呀 哼 这就是我采集的线索呀 我黑黑一笑 老张是大为好奇啊 哦 你采集的线索 是啊 就和你们破案收集线索是一个道理 只是这方法不一样 老张听了我的解释更为的奇怪了 他看着我说 难不成你能考这个破案 这个线索能不能帮我们破案 我也不清楚 到了晚上 我做了法术就能知道 晚上还要做法 既不介意我去开开眼界啊 老张一听 顿时来的兴致 哦 你真要看呢 怎么不敢让我看呢 老张对这种东西是半信半疑 但是这种人往往好奇心大 估计是抱了揭秘的心态了 不是我不让你看的 我是担心你不敢看 有可能会非常的吓人呢 我一脸认真的向老张说道 哎 不至于 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刑侦 啥事没见过 还能吓着我 我见老张执意要看 就说 那好吧 等咱们回去再说 不过人不能太多 就你们石头两个人也就行了 当天下午 我们赶回县城 吃过晚饭之后 县公安局把我们安排在一家宾馆住下 老张和他徒弟姜明明 早早的来到我的房间 兴趣盎然的要看我做法 我让服务员给我们打来一盆清水 等他出去之后 我立刻把房门给反锁了 做法的时候 必须得保证有一个宁静的斗士 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以免中途不发生什么意外 导致前功尽弃 所以我才锁上了房门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把宾馆的门给反锁之后 又关上窗户 拉上了厚厚的容部窗帘 把整个房间和外界给隔离了起来 我拿出黄纸 朱纱 开始摆起了法滩 然后点起三根箱 在黄纸上写出了那小孩的生辰八字 然后念了几句咒语 把黄纸给烧了 接着拿着那红布包着的小镜子 把它放进了水盆里 据说 遇害横死的人 在临死前 他的眼睛会记录凶手的模样 形成固定的记忆 只要是 把他的眼角膜还没有被破坏 这个记忆就会一直存在 虽然科学界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试图呢 把这个现象给还原真相 但是 一直都没有成功 也就是 这只是 侦破小说里面的一个幻想 但是现实中 并没有实现 我想小男孩 虽然被人取了魂 但是 在他临死前 一定看到了凶手 在他眼睛里面 形成了某种特定的记忆 我正是利用法术 把他眼睛里面的记忆 给集中到镜子里 然后 再通过法术 进行还原 我将红布包着的镜子 连同红布一起放进水盆里 然后 又默念了几句咒语 就紧盯着水盆 一言不发 小老弟啊 这啥意思啊 老张看的是 一头雾水 不解的温度 我解释说 我在镜子里面 收集了小男孩眼睛里的一些信息 希望 一会儿在水盆里 可以看到他遇害的情景 说不定 还能看到凶手的模样 真有这么神奇啊 老张和江明明一听 立即兴奋的 围到了水盆旁边 我也不清楚 因为这种法术 我也没试过 只有啊 今天试过才知道 我看到水盆里 红红的一片 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行 这种法术 是师父教我的 但是 我从来也没有试过 也没有什么机会实验 毕竟 需要害死的人 才能够实验 不是想实验 就能够实验的 我看玄武 死人的眼睛 那存储死亡记忆 是科幻小说的概念 现实中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算有 以现在的科学水平 也还无法还原真相啊 老张一听 肚子有点泄气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不再盯着盆子看了 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管能不能行 我也得试一下 我依然紧紧地盯着水盆 毕竟这是一个唯一的希望 那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 我看着水盆说道 师父说 一炷香的功夫 如果成功的话 就在一炷香之内 如果一炷香放完了 水盆里还没有动静 那就失败了 老张听后点点头说 那就等着吧 反正就是一炷香的时间 成也是他 败也是他 就在我和老张 说话的时候 忽然听到江明明说 动了 动了 水盆动了 老张一听 连忙从沙发上震了起来 急忙地 扑到水盆旁边 紧紧地盯着水盆 水盆里的水 动了一阵之后 慢慢地 又安静了下来 我们顿时感到 有点失望 难道水盆动了一下 就什么都没有了 水里有东西 江明明 又指着水盆喊了起来 我向水盆里一看 发现 水里面映照出了 一幅山野的风景 仔细一看 里面这山野呢 就好像 我们今天去的地方 大家看得是 暗暗静压 不由地 抬起头来 互相对视一眼 心想 这不就是我们 今天去的地方吗 我们没敢吭声 就继续地盯着水盆 不大一会儿 就看到山野中 有一个小孩 一蹦一跳地 就上了山 大家仔细一看 顿时暗吃一惊 原来在山野上 行走的小孩 不是别人 正是这一位 遇害的小男孩 他在山林里面 时走时停 一会儿捡个木棍 一会儿抓个狮子 一个人 在山野中 走走停停 十分的快活 也不知道 什么叫害怕 其实 山里的孩子 都是这样 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从小 是见惯了大山 不但不知道害怕 反而觉得 和大山 有一种亲密的感情 一旦离开大山 心中 才会感到惶恐 小男孩 走着走着 忽然捏手捏脚地 向一棵大树走去 走到大树跟前 猛人一把 向树干安了上去 我也是山中的孩子 他这个举动 对其他人 也许会感到鬼 但是 我一看就知道 他是打算 偷偷地抓资料 就在小男孩 抓资料的时候 他身边的树木 猛然一阵地晃动 忽然窜出一个黑影 一把 抱住了小男孩 抱起来 就向山上跑去了 我大吃一惊 瞪大双眼 仔细盯着那个黑影 但是 这黑影看起来 很是模糊 再加上小孩 不停地挣扎 一时间 无法看清 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只能看到 那人抱着小孩 是急步如风 几个起落 就来到了黄仙洞的旁边 那个小男孩 又提又闹 挣扎得十分剧烈 水盆里面的水 忽然一阵地晃动 接着 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抬头一看 遗嘱箱已经烧到根了 我没想到 遗嘱箱烧完 水盆里的东西就会消失 早知道这样 我应该准备两只长相才对 可惜 谁也没看清 那黑影长什么样子 水盆里的图像就消失了 老张一脸惊奇地说 哎呀 真是开了眼界了 水盆里面会出现头像 就好像电影一样 可惜没看清楚 不知道那黑影是谁 要不你再问一次 老张想得简单 他以为想重新放 就可以重新放 我没好气地说了 老张 你以为这是你们头影视里面 那放幻灯片啊 这个法术叫做戒眼还针 只能用一次 镜子泡了水 就不能再用了 啊 只能搞一次 泡了水就不灵了 可是我还没看清那黑影长什么样子呢 你们看清楚了吗 老张是吃了一惊 他没想到会是这样 联盟像我和江明明就问了起来 江明明摇了摇头 我没有看清楚 那个黑影很模糊 太快了 感觉不像人 你呢 你看清楚了吗 老张瞪着两眼 看着我 我惭愧得摇了摇头啊 你们都没看清楚 我哪里能看清楚啊 这 你搞得这是个屁啊 弄了半天 谁也没有看清楚啊 老张是恼火地说的 我看了老张一眼说 老张 你别怪我 我已经尽力了 老张一脸无奈啊 你尽力了 可是 老张说到这里 又停顿了一下 要不 你再想想办法 你不能撂挑子呀 你虽然尽力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我想了想说 我也觉得 那个黑影有点不像人 要不明天 我们再到黄仙洞去一次 明天 再到黄仙洞去一趟 你不会是怀疑那个黄仙作怪吧 老张愣了一下 说道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渝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摇里摇头说 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办法 什么线索都没有 我们只能是 再回到案发现场 再去看看 希望能够有新的线索呀 老张有点不太死心的说 小老弟啊 刚才那个法术 真的就不能再弄一次吗 我理解老张的心情 这不仅仅是破案的问题 最关键的是 要阻止一个恶魔的下一次行动 可是 隔行如隔山 老张总希望 我能还有办法 可是 我哪里还有什么办法 于是我只好耐心的 给他解释 老张 那孩子的魂魄 已经被凶手给取走了 并且 已经控制和屏蔽了 小孩的灵魂信息 我没有办法 得到关于小孩灵魂的 任何消息 唯一可取的 就是小孩眼睛里 四方的记忆 这是一种残留的能量存储 并不是小孩的灵魂 我没有办法和他沟通 这种存储在眼睛里面的特殊记忆 只能够提取一次 也就是说 在衣柱箱的功夫内 这种能量就会消散干净 而且 没有办法恢复了 老张一听 连连说道 可惜 可惜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用摄像机 把它给录下来 我也不是第一次在用这个法术吗 我也没经验呢 我解释说道 当初师父只告诉我一柱箱的时间 能成功就成功 不能成功 说明法术失败 我也没想到一柱箱过后就结束了 什么都没有了 老张想了想说 那 算了吧 明天再到乡下一趟 虽然没看清楚 那黑影长什么样子 但是 大概身材 还是有个模糊的印象 我正好 可以调查一下 那个嫌疑人 吴老三 第二天 老张谢绝了 地方警察陪同的要求 带着我和江明明 向乡下赶去了 因为我们 这次是查访线索 所以老张和江明明 都换了便衣 开着那一辆 半旧的桑塔纳 经过几个小时颠簸之后 我们再次 来到了那一个封闭的山阁了 进了村子之后 村长连忙引了上来 握着老张的手说 公安同志 到我家坐会儿啊 老张并没有推辞 村长是受害者的家属 他对孩子的情况 也会比较了解 所以我们还需要找村长 了解一些情况 我们跟着村长 进了他的家里 发现他家里面 气氛有些不对 他的女人一脸呆滞 正在坐着 一个矮凳子上面摘菜呢 来客人了 还不赶紧去倒茶 村长很大声的 冲自己女人吆哼 村长的女人 面无表情的看了我们一眼 慢慢腾腾的 给我们倒茶去了 村长陪着笑脸说 哎 娃不在了 这婆娘脑子 受了刺激 可以看得出来 村长脸上的笑容 也是勉强装出来的 毕竟自己家的孩子死了 心里面肯定不好受 不过 男人的表面 总要比女人 会坚强一些 其实内心 也是一样的难受 女人为我们 端来茶水 还是一句话都不说 村长不住的叹气 房间里的气氛 有些压抑 老张喝了一口茶水 又把杯子放在桌上 对村长说 吴老三家 在哪住啊 吴老三 你们找他干啥呀 村长感到 有些奇怪 老张说 我们需要找他 了解一些情况 哦 原来是这样 往东边 第三家 就是吴老三 租的房子 还不知道 他在不在家呢 来 我领你们去吧 村长说着 领着我们 向吴老三家走去了 我们到了 那吴老三家的门口 见房门还关着 也不知道 房子里面有没有人 村长 扯着嗓子说 吴老三 在家吗 有人找你 可是里面 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村长 把房门拍得山下 吴老三 你到底在不在 村长喊了半天 屋里面 才哼了一声 气得村长大声骂道 你个怂东西 大白天关着门睡觉 快起来 找你有事 有个球 睡个瞌睡 都睡不安然 我听到屋里面 嘟嘟囔囔的 发着牢骚 一阵 踢踢踏踏踏的 拖鞋的声音 接着门 吱压一声开了 门缝里面 露出一张 胡子拉扯的脸 眼窝里面 还沾着两坨岩石 此人 正是吴老三 哎呀 是村长啊 吴老三是 故作惊讶的 看了村长的脸说 村长 你这家里妈已经出事了 怎么脸上容颜 还不太好呢 你娃子 能看个傻相 别胡说八道 村长 冲着吴老三后头 吴老三 黑黑一笑啊 嘿嘿 村长 你最近运气 确实不太好 等会儿啊 我给你化解化解 行了行了 饿了就到我家去吃饭 别打歪主意 村长根本就不相信 吴老三会算命看香 认为他也不过是 为了混沌饭吃而已 吴老三干笑着说道 嘿 还是村长了解我 我还真是有点饿了 这两位公安局的同志 找你了解点情况 等一下问完话 你再来吃 公安局的找我 我可没做什么错事啊 吴老三是吓了一跳 没想到 眼前几位穿便衣的 居然是公安 老张说道 你不要怕 我只是了解一点情况 找我了解情况 了解啥情况啊 吴老三有点乏懵 走 到你屋里坐一会儿 进屋再说 老张是不容置疑的 他进了吴老三的家 我们也跟着就走了进去 吴老三慌了时 联盟跟着我们进了屋子 吴老三的家里面是乱七八糟 跟个那狗窝也差不多 见我们进来之后 急忙搬来几条木灯 吹了吹上面的灰尘说 公安同志 家里面有点脏啊 老张看了一眼房子里的陈舍 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掏出一根烟递给了吴老三 吴老三一看是受宠若惊啊 联盟双手激过了香烟说 哎呀 这可是好烟呢 老张自己也点着了一根烟 顺便给吴老三上了火 老张吸了一口烟说 听说你会算命 要不你给我算一个 哦不不不 我不会算 不会算 吴老三吓得 差点把手里的烟给掉地上呀 听说你会算的 你给我算一个 算对了 我给你钱 老张说着 拿出两百块钞票 放在桌上 笑眯眯的 看着吴老三 公安同志 我知道这是封建迷信 我都是忽悠他们玩的 我也没靠这个骗钱 你可千万别相信呢 吴老三吓得是脸色沙白 现在算命又不算犯法 你怕什么 我就是听乡下人有真本事 算命看相很准 所以我才来算命 你看 我今天穿的都是变状 就是来找人算命的 你要是给我算准了 这两百块钱 就是你的 老张是一脸认真地说着 吴老三看到桌上的两张大钞 呼吸动了一下 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两眼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贼光 你 你真要看呢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老张微微一笑说道 算吧 你要是给我算准了 我可以推荐其他人来算命 他们可是大老板 个个 那都是有钱人呢 那 我就随便说说 要是没说准了 你可要包涵呢 吴老三 有点心虚地说道 老张说 你只管说就行 算得不准 我也不怪你 先说说我家里的情况 你家里啊 夫人身体是不是不太好啊 吴老三说到这儿 偷偷瞄了一下老张 我一看 吴老三的样子 就知道他没什么真材实料 但是又想去赚了两百块钱 于是玩起了江湖算命的那一套玩意儿 一说话就开始探口风 留活口 他这忽悠数啊 比起那江湖算命的差远了 自然忽悠不住老张 老张不露声色地对他说道 你只管往下说 你不是会算吗 这样吧 你报一下出生年月日 今年贵庚 我排个八字命盘才能算呢 吴老三有点紧张了起来 老张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报了出来 吴老三装模作样地掐着关节顺了起来 他在手上抠了一阵 然后试探着说 只有一个小孩 对吧 老张笑了 他盯着吴老三说 那 你算算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 男孩吧 吴老三看着老张 老张说 嘿 你算命怎么还问我呀 男孩 一定是男孩 吴老三这回肯定地说道 老张冷冷地说 你算错了 是女孩 你 你命中应该有个男孩的呀 吴老三大喊灵灵 后悔刚才说得太过绝对 试图把话给圆回来 算了 不难为你了 老张说着 把桌上的两百块钱装进了口袋 吴老三红着脸说 我也没说错呀 我算出你夫人身体不好 一个孩子 这 总没有说错吧 老张说道 哼 你这一套跟江湖算命的 还差得远呢 这一套叫探骂哄风 四字经 用你们的行话 叫门挂行风 你给我算命的时候 全在探我的口风 是我夫人身体不太好 倒是没有说错 人到了中年 谁没点毛病 尤其是女人 所以你这话等于没说 说我一个孩子 倒是也说对了 你看我是国家公职人员 就把这一包压在计划生育上 现在国家公职人员 谁不是一个孩子 因为政策不允许啊 所以你这话还是等于没说 当我问你这孩子是男是女的时候 你没招了 只好是冒险压暴 你大概是想到人们都想要男孩的心理 有些人怀孕呢 通过笔钞 发现自己怀的不是男孩 就偷偷打掉 非得生上一个 结果你这一包又压错了 我恰恰是不计较生男生女的 吴老三被老张说得是一脸尴尬 干笑的说道 我说过我不会算 你要我算 我只好硬着头皮算了 我看这个吴老三不像是装傻聪了 的确呢 不是悬门中人 就对老张使了个眼色说 既然没算准 那就算了 咱们走吧 老张站起身来就往外走 吴老三一脸尴尬的跟在后面 同志 慢走啊 我们离开这吴老三的家 又到村长家里面坐了一会儿 我随口说道 山上那个黄仙洞 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人烧香朝拜的呀 村长听了说道 那可说不清了 人老几代的都知道 那儿有个黄仙洞 过去旧社会就有人烧香 就解放后文革期间 停了几年没人敢去烧香了 改革开放了以后 又有人开始烧香了 我点了点头 又接着说道 黄仙洞 有没有出过什么古怪的事 古怪的事情 没有 村长想了想 又摇了摇头说 我接着问道 那这个黄仙真的灵验吗 说句老实话 有灵验的时候 但是也有不灵验的时候 村长把声音压得很低 生怕被那黄仙听到一样 哦 有灵验还有不灵验 老张对这个话题很是好奇啊 村长继续说道 怎么说呢 乡下人信这一套 出门打工求财 什么时候起身 到什么方向 那求财比较顺利 办喜事 选什么日子 改房子动土 怎么就不犯冲 死了小孩 往哪儿丢 死了老人 往哪儿埋 甚至他们查好 自己还要到那黄仙洞里面 去问问吉凶 有时候问的的确准 有时候问的一点都不准啊 有时候问的很准确 你说说 什么事问的很准呢 我也是大为的好奇 既然那个黄仙 那已经不在这山洞里面休息 那如何还能问事呢 而且问的还很准呢 村长半人若有私地说道 我原先根本就不信这一套 但是两年前村里面出了一件事 一个山里人入坠到我们村子 没有手艺也没有脑子 就是有一把好力气 只好到煤矿上去打工赚钱 因为煤矿上比较危险呢 他每次出门的时候 都要到那黄仙洞里面去问一管 大吉大利了 才会出门 有一次 出门的时候 他又去黄仙洞问了一管 结果得了个很不好的管 说是不能出门 只能待在家里面 才是平安无事 于是啊 他就真的没出去 整天待在家里面 和村里面那些闲汉们打扑克 说家里面没钱花 你还有心思打扑克 他联盟的跟他婆娘解释 说是他到黄仙洞里面温过挂 今年不能出门 出门就有危险 他婆娘说 有啥危险呢 我看你是懒病发了 他也不好解释 就说那我要是出门了 恐怕就回不来了呀 他婆娘恶声恶气的说 你回不来就死到外面 你要是不出去挣钱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跟你离婚 这男的呀 让他婆娘逼得没办法 补竹门打工就要离婚 只好是硬着头皮 到煤矿区去打空了 大概过了两个多月 忽然有个陌生人 给他婆娘烧信 说他男人病了 让他准备一下 去煤矿看看 这女人也不知道 男人得了什么病 听来人这么一说 心里也没个主张 就黄毛换了衣服 打算到煤矿去 谁知道呀 还没来得及出门呢 就有人打电话过来说 不用去了 人已经送回来了 正在路上 过了有半个来小时 一具棺材就拉了回来 原来是煤矿残塌 这男人早就给塌死了 煤矿问了 稳住这个女人 才故意那么说的 村长说到这里 一脸认真地看着我们说 这事那可是真事 这是我们村的人 你说 邪气不邪气 说不能出门 就不能出门 出门就给踏死了 黄仙说得准的时候 那可是真准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听村长这么一说 我觉得 这个黄仙洞 确实有些鬼 难道 这位黄仙 有时候在洞里上班 有时候 不在洞里上班 否则 怎么会有时候 很准确 有时候又不准确呢 只能说 不准确的时候 这位黄仙的灵声 就不在山洞 所以 问世者摇出的挂响 也不会灵验 走 我们上山一趟 我对老张说的 老张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村长说 要不要 我带你们去啊 不用了 我们已经知道路了 我自有打算 谢绝了村长的好意 然后 就和老张师徒二人 一起上山了 辞别了村长之后 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 向着黄仙洞爬去 因为山路比较陡峭 我们整整的爬了半个小时 才爬到黄仙洞府 小老弟啊 你觉得 这黄仙洞 真的有问题吗 老张现在 也开始疑神疑鬼了 我眯着眼睛 用天眼 看了看 这黄仙的神像 发现 还是一句空壳 就说道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这种事情 很难说 您刚才也听了 村长说 这黄仙灵异的时候 非常准确 说明他 能预知生死 有一定的道行 作为一个 有修行的精灵 在他修行的洞口门前 发生了谋杀案 不管 他有没有关系 他都是有责任的 老张听了 笑着说道 就算他有责任 你还能追查 他的责任不成啊 我当然可以 追查他的责任 可惜 他不在洞里 否则 我当场就可以质问他 你敢不敢 跟我一起去啊 我被老张的话 一激啊 一股气 就堵了上来 啥 你去追查他的责任 小老弟 你没法烧吧 人家那可是成了仙的 老张觉得 我的话有些狂妄 他虽然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也觉得我说的有些离谱 居然要去找那黄仙的麻烦 姑且不说我的道行能不能对付黄仙 到哪里去找那还是个事呢 成了仙就了不起吗 你害怕了 你要是害怕 你就回去 我一个人就可以去找他 我没好气的看了老张一眼 谁怕了 我是怕你小子发神经 你说要去找黄仙 他既然不在山洞 你到哪里去找啊 老张呛声说道 我当然知道他在哪里 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敢和我一起去吗 我一生气啊 就和老张降上来 你只要保证 你小子不是发神经 我就跟你一块去疯 万一你小子发起神经来 放着这么大的案子不管 我去跟着你 屁股后面去找什么黄仙 那才是可笑的事啊 老张冲我吼道 谁说我发神经了 我是为了破案 线索断了 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去找找这个黄仙试试 你要是害怕就回去 我不强求你和我一起 我气呼呼的说道 老张盯着我好几秒钟 然后呢 才反应过来 看来你小子是玩真的呀 那我就跟你去吧 虽然帮不上手 我倒是想开开眼界 那好 我们现在就走 今天晚上就可以找到他 我对老张说道 现在就走 往哪走啊 老张被我的风言风语 搞得有些糊涂 我对老张说 你只需要跟着我走就行 到地方了 我自然会通知你 说完 转身离开了山洞 向着更深的山上就爬去了 老张和江明明对视了一眼 确定我不是发神经 然后就跟在我的屁股后面 就走了去了 其实呢 我在山洞里面 已经闻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 这种气味很是怪异 既不是鬼的气味 也不是神仙的气味 因为真正的神仙身上是没有气味的 而是一种特殊灵体的气味 这种气味很淡 若有若无 但是还是被我给闻到了 我阴阴觉得 这种气味正是那一味黄仙的气味 尽管它很久没有到这个山洞来了 但是那残留的气味 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我熏着那一股淡不可闻的气味 一路向着深山里面走去了 小老弟啊 你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啊 老张跟在我的后面 一边走着 一边不放心地问着 因为他发现 我只往深山里钻 越走越觉得不是地方 别读话 跟着我走就行了 我不想 在没找到黄仙之前惊动的 也没办法向老张他们解释 因为他们的鼻子什么也闻不到 有些话也没有办法沟通 毕竟他们不是修行的人 关于灵界的事情 是没办法和他们交流的 老张见我一脸的严肃 也就不敢再说话 和江明明小心翼地跟在我的后面 我闻着这一股若有若无的气味 走走停停 因为这山上有风 气味本来就淡 让这风一吹啊 就感到飘忽不定的 有时候为了辨定方向 还需要等风停了以后才能走 好在呀 这种山风并不是无朽无止 而是一阵一阵的 虽然有些影响我的判断 但是并不会使我迷茫 我带着老张师徒 嗅着气味翻山越岭的 一直向大山深处走去了 渐渐的 我觉得那股奇怪的味道越来越浓 说明我们离黄仙已经越来越近了 但是山路却是越来越难走 可以说我们走的路根本就不是人去的地方 尽管老张和江明明身体素质不错 但是也是累得呲牙里嘴 直攒粗气 我见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可是面前却出现了一座大山挡住了我们 我抬头看了看天色 轻声对老张师徒说 现在离黄仙很近了 你们千万不要出声 呼吸也不要太大声 天黑前尽量翻过这个山 老张和江明明一听呢 都是有点紧张 连话都不敢说了 只是冲着我连连点头 我也不知道这个黄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能感觉到我们离他很近了 山里的天气那说黑就黑 可是我们才爬到半山腰 好在啊 天黑之后月亮出来 清澈的月光照在山间 也并不影响我们爬山 我们用了半个小时爬到山顶 向前一看呢 前面是一个弧形的小山窝 周围的山梁隆了起来 形成了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 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盆子 今晚的月光特别的好 就好像是玉盘一样悬挂在空中 清澈的就好像是水洗过一样 我一眼看过去 发现山窝里居然乱七八糟的坟墓 至少有数十座之多 这些坟墓看起来年代久远 上面是荒草连天 看起来荒凉至极 正当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时候 木人的发现 乱坟岗的中间坟墓上 盘坐着一个白色人影 正对着月亮磕头座衣 坐那跪拜的状态 看起来是十分的诡异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渝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在这样的一个黑夜里 在这黄山野外的坟场中 居然有一个白影 对着月亮下拜 姑且不论这是人是鬼 这样都够神人的 怎么看呢 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 老张和江明明 也是吓了一跳 我连忙示意他们 悄悄地蹲下 两个人顿时 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悄悄地蹲覆在草丛里 我想看看这个白影 究竟在干什么 由于月光很是清澈 视线很好 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个白影的脸 可是我越看 越觉得古怪 这人除了有一张白镜的脸之外 还找了三缕胡子 这种胡子 在古代很是长径 现代呢 除了修饰之外 很少有人会留这种胡子 我仔细一看 这白影的脸和神仙洞里那个神仙 一系的有几分相似 不仅是暗暗惊讶 难道这个白影就是黄仙洞里面那个黄仙 老张和江明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惊讶地瞪大了瞳孔 一眨不眨地盯着月光下的白影 我看着这个白影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按理说 祭祀拜神 三口九拜 李毕呢 也就起身了 可是这个白影 老是拜个不停 而且 跪拜的方式 和常人也不一样 因为这个白影不是跪在那里 是极为的神奇啊 我还没看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忽然听到嗷的一声 那白影忽然捂住肚子 吐出了一股黑气 同时闻到一股极为难闻的气味 是扑灭而来 我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鼻子 老张和江明明 也被熏得是呲牙咧嘴 连忙用双手 捂住了鼻子和嘴巴 白影呜呜的 连续吐出了好几口 捂住的黑气 似乎要把那五脏六腑 都要吐出来呀 把我们熏得是头晕眼花的 幸亏我们都捂住了鼻子和嘴巴 否则 这么奇臭的味道 非把我们给熏晕不行啊 等那臭气 慢慢散尽 那白影忽然张嘴一吸 把悬在空中的那个白色的丹丸 吸到了嘴里 然后慢慢地吞咽了下去 接着又对着月亮 一口一口地锤手击败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左右 那白影忽然一张嘴 又把那粒白色丹丸给吐了出来 接着又开始呜呜地吐着那熏晕的黑气 我们一见呢 连忙又捂住嘴巴 还有鼻子 以阻挡那逼人的恶臭 那白影连吐几口 污出了黑气之后 然后一张嘴 又把那悬浮在空中的丹丸 吸到肚子里 接着再次对着月亮 一口一口地扣了起来 如此 那三番之后 我看得是大为好奇啊 仔细一看 这白影 这白影好像不是扣手 而是扬起头来对着月亮张嘴吸气 然后又跌下头吐气 一吸一吐 脑袋是一起一浮 感觉呢 好像是拜月一样 我明白了 这位黄仙 并非是拜月 而是对着月亮炼丹 每炼一段时间 就要把肚子里面的丹丸 给吐出来 然后 把体内的污浊之气 全部清空 给排缝出来 再把丹丸吸进肚子里面 重新修炼 但凡修行者 要想修炼成仙 必须要经过九重修炼 分别为 炼气 助肌 结丹 元婴 花神 炼虚 合体 大成 肚结 这就和那修真小说里面说的一样 其实修真小说也是借用了道教物真修道的理论 无论是人类 还是动物 只要是进入了玄解修炼 都需要经过九重境界的修炼 就像是登山一样 接踢而上 以此达到最高的境界 最后 肚结成仙 显然 这位皇仙已经修炼到了结丹境界 结丹之后 就要炼丹 这个不是普通的炼丹 而是以身体为丹炉 进行自我催炼的那一个过程 一般修炼到 这种关键阶段 不仅要找一个灵气举佳的地方才能够修炼 还要隐秘安全才行 这个高山地带 盆土之地 又是一片乱坟岗 人机罕之 的确适合修炼 但是 这位皇仙没有想到 我们居然 跟到了这种地方 搞明白之后 我顿是大喜 要是平时 对付这皇仙 我未必是他对手 但是 现在就不同了 修真者 在修炼的时候 是最为虚弱的 若是遇到 西术不正者 就可以 趁血而入 轻易地夺取他的丹腕 使他 几百年的修炼成果 落入别人之手 想到这里 我回头看了一眼 老张和江明明 示意他们 蹲在草丛里面 不要动他 以免惊动了皇仙 然后 我默念几句隐身咒 瞬间 把自己隐喻无形 悄无声息地 走到那位皇仙的身边 平息怜气地 窥似在他的身后 显得是 十分的影响 大约 又过了十几分钟 那位皇仙 忽然张嘴 又把白色的丹腕 给吐了出来 等那粒丹腕 从他嘴中吐出来之后 我就伸手 把他抓在手里 动作之快 是犹如闪电 等那皇仙反应过来 丹腕已经 攥在了我的手里 那位皇仙 大势一惊 跳起来 想要夺回丹腕 可是 却不知道丹腕在哪 一脸的惊恐之色 如灵打地啊 是谁 是谁偷了我的丹宝 他冲着空中 惊恐地喊道 我并没有闲行 而是沉声喝道 你的担保在我手里 你是希望我把你打回原形吗 那位皇仙一听 吓得扑通一声跪下 上仙饶命 可怜我苦苦修炼几百年的份上 饶了我吧 我一看 跪在地上的皇仙 完全是一个修行的道人杂拌 只是一身白衣 天衣无缝 一尘不染 面相和皇仙洞里的皇仙 极为的相似 看起来既不像神仙 也不像是普通的人 总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居然修炼出了那单 我好奇之下 眯着眼睛 用天眼看了一眼 发现居然是一只白色的狐狸 正可怜巴巴的跪在地上求饶的 你让我饶你什么呀 我有些好奇地问道 上仙 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我用了几百年的时间 才练出这么大点的一点内单 实在是不容易啊 求你还给我吧 我冷喝一声说道 哼 你还想要内单 恐怕你这个内单上 沾了不少人血吧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人血 不不不 我可是干干净净修行的 绝对没有残害过人命啊 那位黄仙说道 哦 你没有残害过人命 你的洞府门口就有小孩被夺魂害命 你该作何解释啊 我向他质问 啊 我的洞府门口有小孩子被夺魂取命 我不晓得呀 那位黄仙听了是大吃一惊 你不晓得 在你洞府门口弄出命案 你竟然不晓得 我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辩解 觉得在他洞口出现这种命案 怎么着都说不过去啊 那位黄仙听了我的话 很是吃惊 他看着我说 我是真的不晓得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潜心炼丹 那个洞府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来 我看着 这位黄仙也不想说谎 于是问道 你竟然被一方百姓奉为神使 为何不坚守岗位 几人所难 为民造福啊 上县 不瞒你说 我一直是为民造福的 只是 最近几年 我修炼到了关键的阶段 所以 我才避开俗世的纷扰 躲到了这里 来修炼呢 黄仙解释 我不是什么上仙 我也是修行者 我身形一晃 显示出了肉身 那位黄仙一剑 大吃一惊 他指着我 结结巴巴的说 你 你 你竟然是人 我说过 我不是什么上仙 我是人 和你一样 也是修炼者 你的内单 对我大有用处 我可以 一口把它给吞了 我拿出那颗内单 做事 要吞入肚子 那位黄仙一剑 脸色大变 他知道 同事修行者 为了得到内单 有可能不讲规则 他那一刻 修炼了几百年的内单 很有可能 被我给一口吞了 顿时 面露杀机 目光中 妖眼灼灼 凶狠无比 我淡定的 注视着他 并不担心 他忽然发呢 虽然说 一个修炼了几百年的老狐狸 但是他已经没有了内单 我要击败他的话 还是轻而易举的 在我的目光注视下 他凶狠的妖艳 渐渐地在模子中消退了 变得是无奈而有温和 他看着我 叹了一口气说 哎 道友 万万使不得呀 你我都是修行的人 何必如此呢 虽说 我的内单对你有些帮助 可是 你如果吞了我的内单 那可就不如磨刀了呀 我盯着那位黄仙 黑黑一笑说 哼 你还真以为 我要拖你内单呢 你 你不是冲我内单来的 那位黄仙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是修炼正道的 要你内单何用 我想要 你的内单的话 早就囤进肚子了 还有可能 会等到现在吗 我不懈地微笑说 那位黄仙 忐忑不安地看着我说 道友既然 不是为了夺内单的 那就请 把内单还给我吧 还你内单容易 不过 我得问你一些问题 你得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我觉得 这个老狐狸 在这一带修炼 掌控的消息 应该比我多 道友请问 我知道的 都会告诉你 我盯着黄仙说 我知道 你是什么来历 但是 我不说破 你的修行法号是什么 总有个名字吧 小姓黄 黄武真 那位老狐狸 连忙说道 黄武真 这个名字 还真像一个修士的名字 我于是 又接着问道 你修行多久了 我已经修行了 有八百年了 你一直 在这里修炼吗 我觉得奇怪 八百年了 据说狐狸 要想修炼成仙 需要一个 繁杂的过程 五百年才能修成人形 还是中老年人的身体 一千年才可以修成年轻美女的身体 或者是道门真人的身体 什么叫做真人呢 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道教里面的道人被叫做真人 因为他们已经返还本真 生死由我不由天 自己操纵自己的生死 不受生死轮回的限制 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人 所以被称为真人 而俗世的凡人 生死不由自己 死后轮回 虽然呢 可以称人 但是并非真人 因为这辈子是人 下辈子有可能投胎做畜生 所以不能够称为真人 凡人 想要称为真人 要积德行善才行 黄武真八百年就修炼到真人境界 可以说在动物触道里面算是修炼得很快了 有些动物天生就有灵性 像龟 蛇 白鹤 狐狸 黄鼠狼 老鼠 这种呢 都有先天的禀赋 民间传说 老鼠是玉皇大帝的小舅子 爪子一落地 就是能强悔酸 可是一台爪就给忘了 虽说老鼠是玉皇大帝小舅子 这种说法也不可信 但是这些动物具有先天的灵性 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动物中 狐狸就能得大道的几率是最高的 黄武真在八百年内 修炼到道门真人的境界不足为奇 奇怪的是 他显灵的那个山洞 不足以修成这样的大成果 黄武真见我一脸的迷惑 于是就解释说道 我是近几百年才到那个山洞的 那个山洞因为接近俗人 是我用来显灵化缘积攒功德用的 但是并不适合修炼 所以我需要找修炼的地方 就会离开那个山洞 闲暇的时候 才会到山洞里面显灵 我听了黄武真的这番解释 顿是明白了 怪不得 村长说黄仙洞是有时候灵验 有时候不灵验 黄武真痴迷于修炼 并不是一直待在黄仙洞里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所以呢 就造成了时灵时不灵的现象 有小孩子在你洞口被夺了命魂 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黄武真听了急忙说道 我真不知道这是有人栽张我 我若是知道 岂能容他在我的门口胡作非为 我想想也是啊 这事不可能是黄武真干的 他呀也不会这么蠢 在自己洞口杀人夺命 你是一个修者 周围千里之内的事情 你应该都清楚 最近方圆 数百里内连续有小孩子被夺了命魂 你可知道呀 我终于问他 黄武真一脸难堪的说 惭愧呀 我数月来痴迷于练道修真 已经很久不问世事 所以我真的不晓得 我冷恨说道 哼 作为一个修者 在自己的属地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不知道 你还修的什么道啊 道友 我知错了 请你把内单还给我 等我恢复了法力 我一定把这个人给找出来 以正天道 黄武真恳求说道 我微微的冷笑啊 哼 你是想把内单骗回去吧 不承 你先把残害小孩的人给我找出来 我呢 再还你内单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老狐狸愁眉苦脸地说道 道友 我没有内单就没有法力 怎么能够找到这个坏人呢 没准他现在的道行比我还高呢 我想了想 黄武真没了内单 那就和普通狐狸也差不多 让他找一个敢修炼西洋童子的人 确实是勉为其难 于是就把内单还给他说 好 我暂时把内单还你 你如果找不出这个人 你就是最大嫌疑 黄武真直接把内单往嘴里面一吞 然后说道 你放心吧 这人害我名声 我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我一定会找出这个人来 洗清自己的清白 我点了点头说 好 我相信你 如果找到这个人的足死马迹 你不可随意处死 得先告诉我 好 那我先走了 黄武真说完 嗖的一声就没影了 眨眼间消失得是无影无踪 老张和江明明从草丛里面站了出来 不可思议的看着我说 小兄弟 刚才那个是什么人 咋那么古怪啊 我神秘的一笑 那就是黄仙洞的黄仙呢 啊 还真是他呀 老张听了感到十分的好奇 你刚才不是听到我和黄仙说话吗 难道没有听明白 老张听了我的话 一脸疑惑的说 我就是越听越奇怪才问你啊 你说这个黄仙怎么和人一样 但是仔细看就不像人 他能听你的话吗 他 他不是神仙吗 老张对这个问题很是奇怪 但是灵界的事情又没办法和他说得清楚 于是我笑嘻嘻的说 就是因为他是神仙 所以才更加的重视名声 有人在他门口杀人 他能不管吗 老张想了想说 哎 有道理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看了看四周啊 全是黄坟 根本就不适合过夜 于是就说 走 下山 因为老张 因为老张和江明明都是普通人 我只好陪着他们 想山下走去 等到赶到山下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们在车上打了个盹 天呢 夜就亮了 天亮之后 我对老张说 我们先回城吧 等那黄仙有了消息 我再告诉你 老张想了想 有些担心的说 这事靠不靠谱啊 老张办了一辈子案子 已经形成了很强的逻辑思维 即便是亲眼见了这种离奇的事情 仍然觉得有点不靠谱 在他看来 还是太荒唐了 我也不敢向老张打包票 这个案子就一定能破 因为啊 我也不是神仙 那个黄仙能不能听我的话 还真的不好说 毕竟他是修行了八百年的老狐狸经 头上顶着大仙的头衔 又不是我的部下 靠不靠谱也只能这样 现在是什么线索都没有 你说怎么办呢 我看着老张说的 老张盯着我 看了几秒钟说 我知道 你跟我的思维不一样 看样子也只能这样 我只是担心 后面的事情 如果这案子破不了 成了悬案不说 后面还有无辜的小孩要损命 这才是大事情啊 毕竟人命关天嘛 老张是刑警 他形成了严谨科学的逻辑思维 对这种荒诞神秘的事情 始终是抱着怀疑态度 这是一个刑警的本质 我不想破坏他的思维 于是呢 就对他说 老张 我知道你担心这个案子 可是这案子 已经不能够用平常的逻辑来分析了 你就全当是司马当成活马医吧 老张点了点头 没有直升 一路把车开到了金水 把我呢 送到朱区大街平下咬店 然后对我说道 小老弟 有消息了 就给我打电话 千万不能再出这样的案子 说完 掉转车头就走了 我知道呀 老张是担心后面还会出事 如果那个人真是在练着七阳童子 他已经列取了三个小孩的灵魂 意味着后面还有四个小孩要遇害 他担心的正是后面的四个小孩 其实呢 我也很是担心的 但是并没有办法 那位黄仙显然是独自查案去了 我也只能等消息 但是我脑子昏昏沉沉的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昨天跑了一天的山路 晚上是一夜没睡觉 现在真的是困得不行了 我必须要睡上一觉才行啊 于是回到药店跟老爹打个招呼 就到后面房间呼呼大睡起来 这一觉直接睡到第二天才起来 然后就帮我爹打理药店 干些力所能及的琐碎的事情 过了两天平静的日子 居然呢 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连黄毛的消息都没有什么 那天晚上 在赌场正看到紧张的地方 却被老张一个电话给叫走了 也不知道黄毛到底有没有赌营 不过那些赌鬼没有来报信 说明黄毛应该是没事 到了第三天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也不知道 那个黄大仙到底怎么样了 按说八百年的老狐狸 应该是有些道合 怎么查了两三天 还没有消息呢 不会是这老狐狸 根本没当成正事办吧 但是转眼一想 又觉得不可能 我抢了老狐狸的内丹 他都没有跟我批命 说明他是想修成正道 既然的修的是正道 他就要顾惜自己的名声 有人在他洞口杀人 他不管是不行的 因为这事涉及到他的名声 想到这里 我也就不担心了 没人打扰 我正好可以修炼 所以一到晚上 我就在药店中闭目打坐 大约过了有一个星期左右 有天晚上 我正打算关店门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个白影一闪 进了我的药店 我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 穿着白色道袍的老头 顿时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除了玄月教那样的玄门 很少有穿白色道袍的修饰 仔细一看 这老头眉眼 依稀有些熟悉 却是一时想把起来在那见过 嘿嘿 道友 不认识我了 这位老头 冲我黑黑一笑 我一听这老头声音 猛然想了起来 这老头 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黄仙 没想到啊 他换了一副形象 装成了俗人的模样 也装得是不伦不雷啊 原来是黄仙 我的话还没说完 黄武针连忙冲我嘘了一声 嘘 道友 这是俗事 你叫我黄道长就行了 好 黄道长 进来可好啊 我笑着改口问道 黄武针背着双手 在我的药铺里面 到处转悠了一圈说 好 很好 好地方啊 黄武针的话 是有点打肥所问 把我听得是云山雾罩的 我就说道 黄道长 你说什么好地方 黄武针说 我是说你这药店是个好地方 我本想问他有没有找到修炼西洋童子的人 没想到他却说我的药店是个好地方 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呀 于是我就问道 黄道长 你听错了吧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